学生们在警力介护下疏散到校外 警车消防车大批远警现场败命 这里是美国玛蚁兰州 当地时间6号再度发生校园枪击 受害学生年仅15岁遭枪击后伤势严重 警方出动直升机紧急送医依旧回天法术 16岁枪手犯后不久随即被逮 但动机还在侵犯中 美国校园枪击连环报 三年前开枪射杀四名学生和老师的乔治亚州14岁枪手 受刺出停态度异常冷静 相较之下他的父亲 在法庭上身体不断前后晃动 看起来相当不安 由于犯案枪支所有人就是枪手父亲 法官认为他难逃罪责 若所有罪名都成立 最高刑期恐怕达到180年 等同众生监禁 孩子犯下枪击案 父母连带受罚 在美国已经不是头一遭 但依旧无法遏制校园枪击 2024年都还没过完 全美已经发生46起 再多烛光和鲜花也换不回亲人生命 枪支暴力依旧是美国社会的致命伤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